- 欢迎来到FinnTV,我是阿芬 - 我是沐沐 - 宝可梦GO举办了一场Go Snapshot的大赛 这场比赛就是官方鼓励训练家们 与自己心爱的宝可梦进行拍照 总共的赛事分成三场 第一场就是Body Challenger 第二场是Habitat Challenger 第三场是Go Create Challenger 第一场Body Challenger我会把它翻译成伙伴赛 顾名思义就是要与自己心爱的宝可梦进行合照 而训练家与该宝可梦一起出镜 就是他的第一个必要条件 另外官方还有补充说明 在这场比赛获胜的关键 就是要表达你与宝可梦之间的深厚感情 所以在照片里与自己的宝可梦有越多的互动 就越有可能在这场赛事中获得胜利 比赛的时间就是从4月15号开始 一直到4月24号结束 投稿的方式就是将你三张最棒的作品 上传至你的IG或者是Twitter上 并且加上Gold Snapshot和Body Challenger两个标签 第二场赛事就是Habitat Challenger 我个人会把它翻译成棋息赛 这场比赛的方法就是要去寻找 每一种宝可梦有可能会棋息的地方 就像是在花田里帮八大蝶照相 或者是在冰冻窟里帮冰衣布照相 所以说要在这场比赛获胜的关键 就是要在照相之前确认好 该宝可梦的属性还有图件上的说明 那么对于宝可梦越熟悉的训练家们 就在这场赛事上越有可能获得胜利哦 投稿的方式就和上一场赛事一样 是将你三张最棒的作品上传至你的IG 或者是Twitter上 并且加上Gold Snapshot和Habitat Challenger两个标签 第三场赛事是Gold Create Challenger 我个人会把它翻译成创意赛 这场比赛就是要拼个人的创意了 就像是把走路草放在很多花盆的之间 或者是将卡比兽塞在路子中央挡住别人的去路 都算是很有创意的拍摄方法 投稿的方式就和前两场赛事一样 是将你三张最棒的作品上传至你的IG 或者是Twitter上 并且加上Gold Snapshot和Gold Create Challenger两个标签 这三场赛事都会选出一个亚军跟一个冠军哦 那么最重要的获胜的奖励呢 亚军的话就可以在你拍摄该照片的地点 设置一个补给站持续三个月 冠军的话就更厉害了 不只能够在你拍摄该照片的地点设置补给站持续三个月以外 官方还会给你一个权利 能够指定今年其中一场Gold Fest的活动地点 还会送你那个城市来回计票哦 还有贵宾入场券哦 所以说各位观众 如果在上一次台南和新加坡的Safari中活动 抓得还不够过瘾的话 就要来认真参加我们这次Gold Snapshot的大赛 我明天拿到冠军 把地点搬在北海道 对 这次螃蟹哦 如果我们真的得到冠军的话 我们就揪团飞北海道 把那边的帝王蟹吃光光 嗯 木木请客 当然就像木木刚刚所说的 这场比赛我们是一定会来参赛的 所以说我们也会来把握接下来的时间 拍很多很多的AR照片 并且在频道上和大家分享 我们现在就要去拍几张 多次之后可能会用来参赛的作品哦 这部总有被努力的话 估计梭 他想就夹娃娃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何 else has come? 吹眠膜彈得好聽嗎 很像催眠曲 長旺 你可以幫我拿一下零食嗎 謝啦 你玩的是幹嘛 你擋到電視了啦 那麼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啦 今天我們所拍的AR照片裡面 你最喜歡的是哪一張呢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留言 如果是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 分享和訂閱 小鈴鐺點起來就可以看到這支影片咯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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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分別的ال鈴鐺 發音